我们都知道孙悟空曾和牛魔王结败为兄弟 两人不打不相识关系非常铁 但后来牛魔王却和孙悟空成了仇人了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第一 孙悟空不顾兄弟的生死 使牛魔王伤透了心 孙悟空大闹盘兜会后 玉帝派天兵天将前来捉拿他 牛魔王等兄弟刚好也在花果山 于是便帮着孙悟空应对 但在事后清点人数的时候 发现有几位妖王被天庭带走了 大家都以为孙悟空会去救人 但没想到他却这么说 胜负乃兵家之长 况追了去的头目乃是暴虎狼虫 灌张胡萝之类 我同类者未伤一个何须烦恼 按照孙悟空的说法 他只会救自己的猴子猴酸们 是牛魔王汗心 与孙悟空反目成仇也是迟早的事 第二 孙悟空被押在五行山下五百年 牛魔王从未来看望过 孙悟空能不伤心吗 在五行山下押五百年之后 孙悟空也明白了 牛魔王并不是真心实意想与他结败为兄弟 只是想借着他的名号霍利而已 并且在红孩儿要吃糖酸肉的时候 牛魔王也没有出过面 足以可见 他们二人只是名义上的兄弟而已 第三 孙悟空请观音菩萨收复红孩儿 红孩儿是牛魔王唯一的儿子 在浩山独自成王过的逍遥自在 只等着继承牛魔王的家业 但红孩儿被观音菩萨收复 做了善才童子 这并不是牛魔王夫妇想要的 他们只想红孩儿做个快活的小妖怪 远离仙界的纷争和束缚 所以在牛魔王夫妇看来 是孙悟空让红孩儿失去了人身自由 还使得他们难以相见 再加上孙悟空三界八交善 欺负铁山公主 牛魔王对孙悟空的怨恨就更多了 第四 孙悟空背弃兄弟间的誓言 孙悟空跟随唐僧西天取经 已是佛教中人 而牛魔王靠着自己的一身武功 广交好友被称为妖界之王 既然牛魔王身为妖界之王 就要与其他教派的人划清界限 如今两人已不再是同道中人 再加上其中发生的种种 两人反目成仇也是必然的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 我是小丽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